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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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整整 但是他的皮肤 包括他的指甲可以看保持得很好 安阳160岁老人 死后三年尸体不符 甚至头发指甲还维持圆状 皮肤细腻 关节能自由转动 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哪双炯炯发亮的黑眼珠 三年内不仅没有腐烂 而且瞧一眼就直冒冷汗 仿佛有什么夺人魂魄的能力 专家见状直呼不可思议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世上真的有语话登仙一说吗 在这具尸体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1998年9月21日 河南安阳灵宝县某寺庙内 160岁高龄的吴云青将弟子叫到身边 叮嘱了一件极其诡异的事 我死后不要吐葬 找一口钢盖住 三年后取出来 届时为师将得到成仙躯体不符 若格在寻常人讲出这般风言风语 大家一定笑他脑袋被驴踢了 可吴长老师何等人 一辈子吃斋念佛救济无数 一百多岁高龄了 依旧耳不容眼不花 于是在其咽气后 徒弟们找来一口大钢 把它埋在了石板下 很快这件事就惊动了十里八乡 毕竟哪有死后装在钢里的 那不成了咽咸菜 踏逆不到了 抱着好奇 百姓们隔三差五就往庙观跑 对着吴云青下葬的地方指指点点 一晃眼 两年多过去了 这天凌晨时分 几个黑影鬼鬼祟祟的 来到后山剪掉了门上的铁链 不顾值班人员的劝说 执意要开关验尸 手电筒照过去的一瞬间 周围的人都愣住了 这几个并非歹人 而是吴长老生前的徒弟 原来师父下葬时 恰逢三辅天 酷暑难耐 空气潮湿 若真的三年后开关 恐怕早已化为枯骨 面目全非了 为此 过去的两年内 弟子们是度日如年如坐针毡 于是心一横便相约来子救师父 争吵间 最外层的石板已经被撬开了 下一秒 露出了一层明晃晃的玻璃 这是徒弟们担心下雨 给师父加的一层宝藏 望着上面凝结的水屋 所有人心里一沉 暗道 不好 完了 忽然间 一道月光射入缸内 恍惚间显出了一个人影 快看 师父 师父没事 只见吴云青保持着下葬时的姿势 双腿盘旋 静静打坐 一双眼珠黑中透亮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参禅呢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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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整整 但是他的皮肤 包括他的指甲 可以看保存得很好 河南安阳160岁老人 死后三年失身不服 甚至头发指甲还维持圆状 皮肤细腻 关节能自由转动 最令人目瞪口袋的是那双炯炯发亮的黑眼珠 三年内不仅没有腐烂 而且瞧一眼直冒冷汗 仿佛有什么夺人魂魄的能力 专家见状直呼不可思议 当晚 众人便将吴云青抬进了大殿内 中午时分 消息不静而走 十里八乡的百姓全都赶来瞧西汉 将寺庙围的水泄不通 乖乖 这也太像了 众人面前的乌老 胡须分明 指甲完好 甚至身上的皮肤还富有弹性 看起来和旁边的泥塑金刚一模一样 自那天起 吴老羽化登仙的消息 便传得沸沸扬扬 原本平静的小庙也成了舆论中心 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来此祈福 对着吴云青的肉体磕个不停 梦想长生不老 其中还有一些有钱人慷慨挤囊 在院内建了一座 气势辉弘的百岁老人纪念塔 眼瞅着此事越闹越大 河南大学十几名专家学者 汽车来到了山里 决心查清这背后的秘密 可没成想 刚一迈入大殿 就被面前的吴云青给震住了 完整的四肢 晶亮的头发 还有那双夺人魂魄的眼球 因为太过难以置信 在场的一位研究员惊呼道 他太厉害了 看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 一瞬间 众人意识到 这具不服肉身的背后 绝对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名堂 于是他们连忙开始了调查 可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 看了看了看了 滑满整整的 但是他的皮肤 包括他的指甲 可以看保持得很好 河南安阳160岁老人 死后三年实身不符 甚至头发指甲还维持原状 皮肤细腻 关节能自由转动 最令人目瞪口袋的 是那双炯炯发亮的黑眼珠 三年内不仅没有腐烂 而且瞧一眼就直冒冷汗 仿佛有什么夺人魂魄的能力 专家见状直呼不可思议 在后续的调查走访中 专家了解到 吴老生前一直很少出门 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吃斋打坐 顺着这条思路 众人想到了 佛经中提到的涅槃 其原理类似道教中的壁谷 通过控制饮食来实现机能脱水 从而死后保障尸身不符 很快这一想法就陷入了瓶颈 因为据观察 吴老的皮肤呈现蜡黄色 血管干瘪 肌肉组织纤维化 这些特征显然是干湿炼化所为 也就是民间俗称的木乃伊 众所周知 这是古埃及法老才能享有的藏制 咽气后经过洁身 去脑 取脏 脱水 入关 埋藏 等十多道工序 从而实现肉体永生 只可惜这个想法太过虚幻了 与面前的环境极为不符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呢 就在专家们面面相觑时 吴老的徒弟们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 急忙开口道 有灯 那缸里还有一盏灯 是师父临终前特地交代的 瞬间 学者们毛色顿开 原来在下葬当日 吴老的尸体和油灯一同置于缸内 燃烧消耗的氧气 很快掏空了周围的气体 使得缸内的细菌 微生物等 失去了繁殖能力 从而极大的减缓了肉身的腐烂速度 除此之外 在显微镜的观察下 研究人员还惊奇地发现 吴老体内的细胞消失不见了 甚至连水分都跑得无影无踪 这也解释了为何乡亲们看到他的第一眼 误认为是供桌上的泥塑神像 怎么会这样呢 也没有沮丧驱脑呀 正当专家们百思不得其几时 老人的一本日记挤开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在这漫长的一百多年里 吴老秉承着乐观从容的生活态度 不暴影暴时不追求物欲享受 再加上常年精神打坐 习武修文 身子骨也出奇地硬朗 而且临终前体内没有多余的垃圾 最终成就了一段千古奇弹 对于这副肉身 专家们给予了高度肯定 在没有外力破坏下 五十年七十年都能保完整无缺 今天吴云青的尸骸已经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景点 每年吸引着善男信女前去膜拜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